据巴西研究人员称 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往返中美洲途中所谓的中途停留美国 是中美关系升温中的又一次无畏挑衅 蔡英文于周三离开台北 4月7日返回 她计划访问威利玛拉和伯利兹 并将在纽约和洛杉矶过境 作为她此行的一部分 巴西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马尔科·费尔南德斯 近日在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采访时表示 美国对蔡英文所谓过境美国的安排 只会恶化中美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 去年对台湾进行挑衅性访问之后 蔡英文将在访问期间访问威利玛拉和伯利兹 这是全球仅有的13个 正式承认台湾国家中的两个 然而 费尔南德斯表示 台湾对威利玛拉的投资有限 表明这种关系并没有汇集台湾人民 台湾对威利玛拉和德斯 汇集台湾是各需要的 然后资料 资料 资料 感谢观看